首先昨天3月的CPI出来 5%是低于预期的 刚出来的时候市场在盘前也就大涨 我就在会员区里面提醒大家 这次得看美联储更看重的核心的CPI 是5.6% 比起上个月要高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开盘以后市场也明白过来 就回撤了不少 那美联储和美国经济 在这样的CPI下面 未来会怎么走呢 我给大家两条 过去50年无一例外的一个统计规则 大家可以自行考虑一下 第一 一旦通胀高于5% 除非联邦利率高于通胀 否则通胀是下不来的 第二 一旦通胀高于5%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经过衰退通胀就下来的情况 其次 我们来看看这次CPI的细节 同比我们看最后一例就好了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下降 也就是靠的是油价的下降 还有就是二手车 同比的下降 其他的项 基本上同比都是正增长的 其中占比最大的 就是Shilter 房租这块 房租现在还在加速的增长 CPI房租和真实房租的区别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 也说过很多次了 这里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如果我们继续把 CPI的房租和真实的房租 从疫情以来的累计的涨幅 花在一起 可以看得出来 CPI的房租 现在还是没有赶上 真实的房租 所以说接下去几个月 我们还会看到 CPI房租的继续增长 也就意味着核心通胀还是下不去 好消息就是 这两个的差距 大家看在缩小 总要赶上 对吧 大家看 除去CPI房租的核心的CPI 其实不高的 也就才2%出头一点点 所以说当CPI的房租开始下降的时候 美国的通胀会下得非常快 最后 房租这块 我们知道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 除了房租的其他项 我感觉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我认为应该就是一个继续走低的趋势 原因有两点 第一 美国人的真实的工资 已经是连续24个月在下跌了 最近的PMI就业这些数据也都在下行 这样的话通胀是很难再抬头的 第二 美国现在是在量化紧缩QT 广义货币的M2是在减少了 这次银行爆了以后更是如此 而M2和通胀呢 大家知道是明显的这个正比的关系 所以说M2的减少呢 一定也会导致通胀的持续的下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